櫃手不斷挖掘 楼钉只剩不到一半 大楼拆除作业 持续进行 现在天王星大楼已经拆到第七楼 而即使也评估整栋建筑物是越来越稳固的状况 所以左侧黑行缸原本有三条 接下来也会逐步的移除 到时候只会剩下一条 花莲原本九层楼高的天王星大楼 在12号上午已经拆到七楼 而越低楼层渴望有更多机具进驻 加速作业 预计两周内会拆除完毕 不过刚进水泥后还有个小小身影 九楼住户饲养的鸡还是在阳台活蹦乱跳 但其实这几天陆陆续续有救出几只 11号早上7点半左右救出一只公鸡 晚上又下来两只 12号早上7点41分也还有一只母鸡 所以目前剩下两只鸡 三只猫还在大楼里面 他说刚刚给他吃了一个便当的饭 两只鸡吃了一个便当 被救下来的鸡在笼子里 埋头吃着便当的米饭 目前脱困的鸡已经先送到 动植物防疫所 后续会安置在台开新农场 昨天施工过程中都没有发现 那我们也就是有在 跟我们的怪手司机在 就是请他们再注意 如果真的有发现的话 就是暂缓施工 等他逃离到比较安全的位置 那时候再继续的施作 毕竟猫咪的行为难以预测 也无法掌握行踪 因此如果有发现 只能先以驱赶的方式 再进行拆除作业 确保不会伤害到他们 TVBS新闻催众群高众 刘婷婷 蓝婷 许峰宇 SNG小组 花莲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